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两岸三地最富盛名的媒体高层 他是刘兰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我们现在看到 赖兴德跟蔡英文好像和好了 他们撕杀了大概九个多月 甚至向前再说 如果从2019年来说 他们厮杀了三年半以上了 忽然蔡英文转信了 说要帮赖兴德介绍副手 促成萧美琴 是不是拿萧美琴去做监军 这整个事情 包含春风春汉为什么忽然放弃 要邀请邮老师来做个点评 邮请邮老师 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因为大小姐和赖兴德 互相厮杀的话 必然造成两败沮丧 那么民进党 民进党如果不能保持执政权的话 对于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处 所以他们两个人 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应该来说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而且我们相信背后有美国的因素 那么这个特别令我们在香港观察的非常注意的就是萧美琴 萧美琴呢 大家一直都说 萧美琴有可能当赖兴德的助手 这个搭档 那么现在由这个蔡英文自己说出口 他可以促成这件事 那显然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信号 就是说 赖兴德和这个大小姐 他们双方面 就是可能就是重修预好吧 为了这个民进党的执政权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放出一个信息 就是说萧美琴作为这个赖兴德的这个搭档 那么尤其是由这个大小姐来讲出口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觉得那肯定背后有美国的因素 那要请教欧博士 是我们看到萧美琴啊 还真的手气真好 这个人呢 是地方的区域立委选举 或者是什么县市长选举 他是从来选不上的 也就是说他自己选举选不上 但是啊 他从公元2000年以来啊 是已经三次啊 已经服务在这个所谓的服务方办公室了 你看陈水扁的时候 他担任非常重要的纪要人员 帮陈水扁可以说打点了八年 接下来是蔡英文啊 刚刚要去伦敦去创造他的假学历 要被合法的过程里 从2009年 哎 这萧美琴就已经跟着他去努力创造 一路呢 一直自称到2016年 也就说 在还没有再度进入服务方的时候呢 他又已经服务蔡英文 又打七年之久 然后现在呢 他又跟着蔡英文玩八年 并且后面还被派到美国去当代表去 接着他居然又要当蔡英文的监军 也就派去给赖清德啊 到那栋楼去当四楼的重要的老板 也就变成所谓的副手了 现在我们这样看了 这个萧美琴啊 比任何一个人啊 都还要更有缘分于凯达格兰大道 这个过去的日本总督府 您怎么看萧美琴这个手气如此良好的奇特角色呢 欧博士 是是是 那个欧博士 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萧美琴的非常不为人知的一些经历 那么他我觉得呢 他不但手气好 未来他可能还前程远大 我觉得全程远大 那个那个 这个 八年后就他来选的 是 也许不但是八年以后 可能要是赖清德四年做的不好 那么再下一个呢 就是萧美琴出来代替这个民进党出来竞选 那个在二零在下一任的 二零二零二八年的 是对啊 所以所以我觉得萧美琴现在她这样的大小姐 一为她这个为她这个站台以后呢 未来这个台湾就是相当多的人肯定就西瓜岛大边 纷纷要踏破这个这个美琴姐的这个门槛了 这个可能会有一波的热潮 我相信 我觉得啊就是说过去啊在蒋家的时代啊 有所谓的孔二小姐 孔二小姐呢常常是出入于台湾的原三大饭店 很多事情呢 孔二小姐说了以后呢 效果啊是完全不幸于蒋宋美琴的 现在这个孔二小姐的角色呢 当然不见了 不过好像有新一代的二小姐 也就是改名为萧二小姐 再相比于蔡英文就是蔡大小姐了 这个孔二小姐啊 现在年纪也不小 也是快六十岁了 虽然看起来还挺年轻 事实上啊 她快要满六十岁了 而且她是一路从这个野百合运动 然后呢 一直参与整个民进党的所有力争 而且她还有原住民的血统 那么刘老师您认为 她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啊 又帮蔡英文处理很多军火的案件 您认为她是不是各方的秘密 包含赖清德秘密 她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如果她在赖清德的楼上办公 是不是等同于赖清德 只要有轻举妄动 小美琴就下楼来 把证据一兜 赖清德就只好 规缩起来呢 您的看法 是的 那个我们觉得呢 就是说 大小姐让小美琴 去给赖清德当副手 也是一部非常长远的棋 等于就像刚才你说 就是给在赖清德身边安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赖清德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自走的作用 那么赖清德可能她未来 要是要再对这个大小姐有不利 那么萧二小姐那肯定是挺身而出了 那么当然萧二小姐她未来肯定 她也要想到她未来 还有更远大的前程 那么我们其实在香港呢 也非常关注 萧二小姐的 她的夫婿是何等人许啊 人也啊 请教这个欧博士 因为呢她只有男朋友没有夫婿 而且呢 讲一句实在话 这个刘老师问到重点了啊 当年啊 当年在陈水扁啊 担任的这个大卫的八年里面啊 所谓的辅房传出的北文啊 据说啊 里面的女主角就有一个是萧二小姐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是某些小孩长得还特别像她 但是这都是没有证据的 总而言之啊 她曾经有各方面的传言 但是啊 我们也知道 蔡英文她本身啊 她爱好特别不同 她从来不热爱男孩子 她热爱的是女生 是不是萧二小姐呢 跟蔡大小姐呢 也有另类的情投意合 就没有人知道了 但是呢 至少我们知道蔡英文最喜欢的女生里面呢 目前为止 萧美琴恐怕是排名在前三名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感基础的话 我看萧美琴向天借胆子 也不敢再弄一个男生 或者是夫婿 或者是男朋友 倒在她的管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台湾啊 好像长年以来啊 这些高层的这个特殊的晚上的癖好 都一直还没有真的正常化 不知道香港啊 是不是看这样的政治形态 会觉得特别扭曲呢 刘老师 那个欧博士 我觉得我真是有点为这个台湾的未来担心啊 如果都是啊 这个这种闺蜜来执政的话 恐怕真是会有一个不良的影响 其实上呢 香港呢 现在呢 在这个年底呢 正在要说 要举行一个同性恋的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大会 这个事情呢 在香港呢 现在正吵得很激烈 那么反对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也有支持的人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我想呢 最后呢 我估计香港呢 可能会反对的力量会占上风 那么无论如何呢 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人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同性的这个行为 这种文化的推广 其实也是美国啊 对亚洲 特别是他们的左派啊 对 他们对亚洲国家进行某种的一种文化演变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我觉得我们在香港呢肯定是极度的排斥 那么在台湾啊 如果将来这个所有这个男的女的都成为这种爱好的话 可能后代接班人也成问题啊 对我先表个态啊 我本人呢是爱加盟的重要成员代表啊 所以呢 是对于整个儒家伦理这整套这个制度非常支持的 但是我们看到啊 台湾现在40岁以下 甚至45岁以下 已经有很多人啊 信号啊 或者是癖好 或者是关于此类的家庭概念 是跟萧儿小姐或者是蔡大小姐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搞所谓的多元成家 所以最后一个小问题 我怀疑再这样搞下去 台湾啊 不需要任何飞弹 或者任何的这个战斗机 或者任何的航母 台湾会自己因为这套的错误的 或者不要讲错误吧 就是特殊的习性癖好 而最后把整个台湾良好的继承社会 给弄得涂风挂解 不知道又要是这么点评 是的 我觉得第一肯定这个 现在少子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如果男男女女都是这种癖好的话 那当然生不出来吧 没有后骨带嘛 那个显然是 本来就是 那个这种癖好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是特别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你当然你两个人也好 可以 但是你不要成为家庭 这个这个是特别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大家也知道 这种癖好呢 还带来很多很多副作用 过去的艾滋病 现在的喉动等等 这种泛滥呢 其实会成为一种社会灾难 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 这个吸毒啊 各种东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社会问题 我觉得台湾真的要提高警惕 是 感谢刘老师的点评 我们下一题重要的香味再起教 刘老师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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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